朋友聊世紀 天野流行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2比2開道地圖 這個開道很少見會有兩人雙打的一個比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開道地圖的特別之處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中間有大鏈的墓區 可以做伐木 這個地方也是唯一可以通往敵人的陣地的地方 通常都是用村民挖過去 不然就是用投資車 通常都是用投資車比較多 比較少見的是像什麼高敏的奴砲像 慢慢一根樹根樹木打出去的 這種打法也是有的 這張地圖平常都是看4比4 很少會看到兩人雙打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報導一下這場天梯的比賽吧 先來看一下紅方 紅方是選擇的庫曼人 庫曼人是在封建時代 就可以開下自己的額外城鎮中心 直接雙TC開農 那他後期的馬工呢 這個清查單位是我們的散彈馬工 射的數量 箭矢數量非常的多 而且遊俠的跑速 還是遊戲裡面跑得最快的遊俠 所以這也是庫曼人比較厲害的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選擇了蒙古人 兩邊都是選擇一個草原奇兵果 蒙古人最大的特色是吃野味的時候 野豬啊 鹿群啊 駝鳥之類的野生動物 都可以吃的速度更快一些些 而且馬工的攻擊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後期的大洛馬跟草原奇兵 也有這個血量加成 當然蒙古人呢 後期有一個很好用的肉盾可以做使用 那後期呢也可以點下他這個 早炎基科技 讓他這個工程器製造所的單位 應該是所有工程器的單位 跑速變得快 非常快速 這個大衝車配上這個科技之後 直接變寶石節 瘋狂開始飆車 這也是我很喜歡玩蒙古的一個原因 高速衝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選擇了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是在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 點下下一個時代的科技 例如現在黑暗時代 就可以點下封建時代的一級農集木 讓他這個能力呢 可以讓他提早開農 那後期還有這個 伯根地葡桃園 可以在農田裡找到黃金 慢慢產生黃金出來 即時遇到圈巾的狀況 也可以繼續打在後期有黃金兵的一個情況 那伯根地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遊俠 還有火槍火炮 疾兵為主的一個文明 那也可以打他的寶兵 這個馬桑清裝兵 地下有外蓄力傷害的效果 接下來看一下綠色 那綠色最大的特色呢 這個是越南 越南這個文明玩起來會比較 有點問題 他的問題是沒有三攻的關係 所以他的步兵跟騎兵單位 傷會稍微弱了一點 但是他的藤甲弓兵是非常強大的 而且現在越南人最新的版本裡 研發這個經濟科技的時候 是雙倍研發實踐 就是你可以研發得更快一點 讓自己的經濟再更好 那越南人呢 他後期可以點下紫幣技術 在伐木的時候可以獲得黃金 這一點讓他也是打後期 可以打到非常多的經濟資源出來 那越南人後期主要是打 藤甲弓兵 還有帝王在毛強奴 還有大象為主的文明 其他部分是比較少見一點 當然擊兵也是能打 雖然沒有三攻 所以如果對方也是打擊兵的狀況下 越南可能是會打輸的喔 這點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選擇會怎麼打 那開刀這張地圖 一開始其實跟阿拉伯很像 也是要趕快3TC開弄 然後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出中頭 然後開始拆過去喔 這都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打法 好這時候破賣術生封建 然後已經開始點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 但他也不是術生封建 我發現了 他這個也是正常的直層打法 那他的優勢是在研發城堡時代時候 就可以蓋下城鎮中心了 那待會3TC也可以繼續開弄 村民樹目前是由 庫曼跟蒙古這邊領先的 好第三個TC開在這個位置 有點怪怪的喔 這個位置不太好 如果說的話我會蓋在這個位置喔 甚至這個位置 然後可以Cover一下石頭 省一個採礦營地 省一百目是一百目 好那第四個城鎮中心 就要思考一下要開哪 那有效玩家也會選擇 考慮正面的位置喔 但正面位置有點危險 隨時都有可能會被對方 直接被投車砸到 所以要不要開前面 也是屬於個人選擇 通常是不建議喔 很容易前面就變戰場 那第五個城鎮中心 開在前面就有問題了 畢竟這裡還有兩個黃金礦 就有開的價值 那如果一般只有木頭的情況下 是不太建議去直接開在旁邊的 好這邊是5TC開農 練最農的那種 好這時候兩邊已經開始要來跑貿易了 四級都已經補下 但蒙古這邊他們還沒有開始跑 反正是越南跟伯地這邊 已經開始跑起了貿易 等一下這個 貿易科技 好中間再補個四級 這個四級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好 蒙古跟庫曼人 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不過第一個越南稍微慢了一點點 但也沒有慢太多 大約三四秒左右的時間而已 兩邊升到帝王時代 城堡已經也蓋好 待會要來產出自己的騰甲工兵 那騰甲工兵是一個超級高遠房的工兵單位 一開始出生就有四點遠房 而且他的近戰 他的攻擊力傷害也比一般的奴兵多了一點 總是6加2 現在到了帝王時代是11公 傷害非常的高 但缺點就是他的手有點短 就跟勒納奴手之類的單位一樣 都是特殊能力 然後手特別短 還有中國聯弩這類的單位 好 左邊這邊 已經有蒙古 開始用鐘頭 把這個木區給砸出來了 好 但是伯分地人這邊反應非常迅速 直接上了躲牆 防禦12 3000滴血 好 但這邊已經有一個洞出來 馬上再補一下 直接被打出一個破洞 但是後方已經有非常多的城堡在駐守 這裡要來蓋 第12次的城牆 但左邊這裡有個洞喔 好 伯分地人這邊要轉一些火炮 來反射一下鐘型頭司機 鐘頭砸下騰甲工兵 要小心 唉唷 好險有撤退走 好這時候庫曼人點下了 遊俠的升級 這邊則是用少量輕裝騎兵 去打了鐘頭 解掉了大概三四台 哇 馬上輕裝變傷害是很高喔 好 大量的 三角兵過來 被砸了一發 哇 死傷慘重 好 但遊俠已經升級好 庫曼這邊點下了三攻 基本上三攻三防都點好了 接下來就會開始專心打 正面了 好 火炮出來 直接被遊俠抓掉 這邊的單位並不夠多 但右邊這裡也是慢慢在偷偷的開門進去 但這邊已經被庫曼看到了 開始拉了一些遊俠在正門等著他 好 這邊的藤甲工兵可能也要被遊俠給打爆 好 後續的攻是蒙古跟庫曼都沒有繼續攻過來 有點奇怪 通常這一波過來之後會有更多兵過來才對 結果庫曼跟蒙古反而是轉成首次 開始在防守 好 那越南這邊則是點下精銳毛相夫 血量已經升好了 再點個平軸 血量可以高達420滴血 血量會比192遊俠還多出一倍喔 好 大象開頂 遊俠殺進來 再加攻兵 持續拉攻 反擊 遊俠 哇 這邊有五三桂 幫對手開門 遊俠直接衝進來 但是目前貿易這邊是有 柏根蒂 跟越南這邊喔 貿易跑得比較好 毛骨跟庫曼這邊則是才剛開始跑得起來 經濟量來說並沒有那麼好 好 後方的軍隊沒有繼續補過來 看到這邊有兩棟城堡 可能是想要放棄攻打這邊喔 可是轉為打右邊這個位置 好 後方遊俠看到貓易車隊還有村民 直接原地開打 馬上清裝兵過來防守 好 這裡有更多的遊俠在騷擾 但是大象就開始慢慢走過來 這一波攻城 大象有點強 血量超多 但還好 庫曼他是有遊俠的文明喔 但同時也有騎兵喔 所以要來擋這些大象應該不是問題 三甲攻軍手 盡量用自己的遊俠去打 好 這個宅口對越南來說非常適合 後面可以用火炮 加上大象毒口 火炮後面輸出 將船甲攻軍手後面繼續射擊 這樣其實還蠻不錯的 但是遊俠的數量有點多 越來越多補了過來 好 左邊有一波新的攻勢 大同車已經升級好了 但是還好伯光地後方有兩台火炮 這後方守著 不過第二個火炮也是傷害特別高 有這個50攻的傷害 好 右邊這個地方 遊俠慢慢打了回去 但是越南還是有大象繼續補過來 好 騰甲攻兵 還有後方的馬上輕鬆兵也要過來 繼續進攻 這邊準備要來把旁邊的 道路給拓寬 好 左邊有少量的馬上輕鬆兵 把蒙古圖技給壓了回去 好 目前看起來是蒙古圖技的數量還夠多 好 後方有蒙古圖技的過來幫忙右邊 這裡有非常多的馬上輕鬆兵 好 後面投資車繼續拖寬道路 這邊馬上輕鬆騎兵 加上遊俠在前面卡龍非常多的傷害 大象在旁邊也在繼續輸出 不能當肉盾 但是後方火炮的速量越來越多 這邊可能會被突圍嗎 後方只有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已經開始被火炮集火當中 但是蒙古圖技也是想要上前一點火炮 瞬間拉走 好 沒有繼續進攻 火炮還是在後方繼續攻擊 遊俠的部位 哇 哇 又倒了一大片 後面的蒙古圖技只剩下五隻 這個火炮打得非常亮眼 後面的中頭打到了遊俠超多的血量 這個中頭的傷害非常的可觀 哇 遊俠好慘 OK 這邊中頭跟火炮立了大功 這邊開始有了進展 好 看一下左側 左側有大衝車衝了過來 但是火炮過來防守 第一次解掉第一台火炮 但這個衝車跑速實在太快 有點危險 只要已被頂到的話 火炮就會不見 這邊投車後面砸一下村民 火炮總共有九台 開始在砸城堡 這棟城堡感覺很快就要守不住 好 這裡有出了少龍其中騎兵應該能擋住 做你是右邊這塊區域了 右邊這塊區域城堡被打掉之後 開始有大量的兵湧入了進來 蒙古跟庫曼好像有點扛不太住 這一波越南的火炮 加上頭子車非常亮眼 大象繼續補過來 這時候就可以在前面補一些馬舅 或是工廠七製造所 直接在正面補齊軍力了 馬上騎兵正面直接偷抓一些庫曼的村民 這邊趕快拆掉敵方建築物 左邊這邊也是趁機殺了出去 被用少量的火炮 配上馬上七裝騎兵 左右開弓 開始瘋狂騷擾敵方陣地 沒有想到 越南這邊反推速度這麼快 這個大象真的是立的大功 血量夠多果然還是很好用 不管是要扛對方遊俠還是蒙古圖祭 這個大象真的是蠻關鍵的 後方的貓線直接被騷擾到 蒙古跟庫曼還有機會守得下來嗎 哇 看起來毫無招架之力 直接倒光 後面大象也直接踩了過去這些農田 庫曼被斷肉就沒有遊俠了 哇 這個秒殺局啊 沒想到開到肯龍就崩掉了 這裡魔物土地數量還有44隻 這樣感覺庫曼已經在放棄了 沒有在出種兵了 也是因為沒進氣啊 哇 這邊還是打到了一些 越南騰甲弓箭手 太慘了 庫曼 指出遊俠是扛不住的 哇 蒙古圖祭威力好猛 好 這裡在B陣 在後方有屯甲弓箭手 打蒙古圖祭傷害很高 雖然可以收掉這些火炮 但自己的蒙古圖祭 質量可能會損失殆盡 可以拿弓箭手輸出傷害是很高 這邊抖動 躲了一些箭矢 但還是受傷慘重 左邊的陣地 家裡已經死傷一片 剛好蒙古圖祭為了控兵 家裡沒有空 直接打出了聚聚 哇 這個 兩邊互打 打得蠻漂亮的 左邊這邊 伯根蒂一直在偷偷派兵過來 他沒有怠慢左邊的防守 而且一直有在產這個馬上清裝起兵 在這邊做一個聚兵的動作 然後一有機會就殺進去 那越南這邊則是火炮 跟鐘頭還有大象 彈甲弓箭手 所有的單位都做到非常亮眼的一個戰果 稍微看一下經濟 經濟部分應該是越南這邊最好 結果蒙古這邊食物跟木頭也很好 黃金量來說是越南最好的沒有錯 因為他這邊都是打了大量黃金兵種 這個大象還有火炮 鐘頭 三角跟人手都是吃黃金的單位 基本上在打這種2v2團戰來說 不太會有人會用垃圾兵 通常都是打黃金兵種為主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還有請記得幫忙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